1994年,一位年纪颇大,满头白发的中国妇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展开了会晤 令人惊讶的是,金日成不仅神色极为激动,甚至还说出了一口流利的汉语 听得一旁的朝鲜官员们瞠目结舌 而相比于金日成的激动来说,老妇要显得端庄肃穆许多 但即便如此,也难掩他眼睛中的重逢喜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极方便浏览网期内容,又可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50年后的再度重逢 1994年5月,朝鲜驻东北大使馆官员偶然间得知了胡真一的消息 想到了此前金日成曾经的叮嘱,于是他就把电话打回了国内,向金日成汇报了这一情况 什么?你说胡真一还活着?尽管有着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金日成的表现还是出乎了大使的预料 向来沉门内敛的金日成,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自己长久以来的镇定与谋略,高兴地恍如一个孩童 是的,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电话那一段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仅仅有一阵颇为急促的呼吸声 在向大使倾诉着电话那段的人的激动心情 过了好一阵过后,金日成才郑重地与他说了一句话 你去询问一下,看看他是否方便吧 就是说我想与他见一面 彼时的胡真一已经是一位74岁的老人了 而金日成亦是如此 两人上一次的相逢还要追溯到50年前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真的还记得自己吗?又真的会答应?这看起来有些轻率的邀约吗? 朝鲜驻东北大使,能够感知得到金日成的忐忑 而肩负着这项重要的使命的他,也没有让金日成失望 最终成功地将胡真一和他的儿子一同送到了朝鲜 当老太太和儿子抵达平壤车站,坐在车队来到朝鲜国宾馆后 第一时间就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 老战友,我已经找了你50年了 其言语之恳切让人动容 而胡真一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金银的泪珠也不禁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滑下 故人相逢,他们并没有在电话中畅聊许久 可是聊聊两三句,让两人重新找回了曾经的熟悉与默契 第二天,胡真一与儿子一同与金日成碰面后 金日成更是恳切地拉着老太太的手久久无眼 两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双双落泪 而在一旁围观的人也坚实动容 在胡真一游历朝鲜的那一个月里 金日成全程都让朝鲜方面用最高规格来进行接待 等到两人的这次重逢结束 胡真一即将回国的时候 金日成更是特地给老太太准备了2万美元 并且在送行时拉着他的手说道 老战友,这次可不要再把我送你的礼物回馈给朝鲜人民来啊 那金日成口中的礼物回馈朝鲜人民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朝鲜战场上的邻居 1941年由于日寇对我国东北抗日联军发起了极为疯狂的封锁 所以在与苏联协商后 我党中央下令让东北抗日联军主力撤到苏联境内 编入苏联红军88特别旅 正好与在苏联作战的朝鲜将军金日成成了邻居 本来隶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胡真一与金日成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可是就在他跟随部队一同前往苏联的途中 恰好遇到了金日成率部正在与日寇作战 胡真一眼见金日成陷入颓势 就问了时任军长的丈夫要不要支援 最终是胡真一与丈夫柴世荣从日寇手里救下了金日成 你好,我是柴世荣 战斗结束后柴世荣主动走上前 与金日成打了招呼 而金日成在听到柴世荣的名字之后很惊讶 他没有想到救下他的竟是过去与他有过交集的熟人 我是金日成,你还记得我吗? 你曾经帮助我救出过几名朝鲜共产党员 两人在过去的确是有过交流的 只不过并没有机会当面会晤 所以彼此都只是闻其名,不知其貌 此番金日成一介绍,柴世荣也立刻想了起来 这可不就是他在吉林和龙县当警察局副局长那会干的事吗? 小心!砰! 就在两人聊到兴起的时候 一声疾呼却是从他们身后传来 而紧接着一声枪响,众人皆是身形一致 等到两人心怀余悸地扭过头去 才发现一位手中持枪的日扣倒在了地上抽搐 随即死去 这位靠着装死躲过一劫的日扣 刚才正冲着金日成瞄准 好在一侧的胡真一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 在提醒了两人躲避的同时 也一枪命中了日口的要害 这才让金日成侥幸保得一命 死里逃生的金日成心勇于尽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后 带着满心敬佩 由衷地望着胡真一说了一句 当真是金国不让须眉啊 当时胡真一柴世荣所在的八十八军 与金日成麾下的第五军某十部 都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 由于几人相处较好 更是直接住进了一栋木屋里 中间仅仅用一块木板来隔开 就这么一块住了将近四年 在这几年时间里 柴世荣夫妇生下了一个孩子 而喜欢孩子的金日成 时常在空闲时分跑来逗弄 把两家的孩子放在一块玩耍 叫他们一同唱朝鲜民歌 直到1945年 胡真一所在的部队 要跟随苏军一起重返东北 这才与金日成一家分别 由于彼时柴世荣已经去世了 所以在分别前夕 金日成特地给了胡真一一枚金戒指 半小瓶子黄金 希望他能继次保证以后的生活 却没想到这份礼物 一直都被胡真一珍藏着 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 胡真一才将这些东西变卖 并且将这些钱全部都捐还给了朝鲜人民 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以朝鲜领袖的礼物 回馈朝鲜之国民 胡真一金日成两人的战友情谊是无比真挚的 所以才能够超越与两人的国界差别 超脱与两人的地位差距 而金日成之所以如此欣赏胡真一 与他身上那千锤百炼出来的巾帼气质是分不开的 东北花木兰抗日木贵音 要说到胡真一这位东北女子的经历 那可真是称得上是传奇 在他16岁的时候恰好遇上了丹东沦陷 彼时日本人那是满大街的抓花姑娘 一旦找到女子就会被她们拉到军队的住所里 折磨乃至于摧残至死 所以当时整个丹东地区都是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面对这一危险处境 胡真一临危不乱 直接拿刀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束胸穿上男人的外衣 就这么扮起了男人 而他也正是凭借着这一份机制 成功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 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还不算完 剃了光头的胡真一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 成为了众人严厉的男子汉 说起来这事还闹出来过笑话 彼时恰好一家成婚 胡真一觉得自己也是女子 所以在婚礼途中对女子颇为照顾 显得也很亲密 却没想到婚礼结束 反被一家人告了一个调戏妇女 此事一出是搞得胡真一哭笑不得 他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这才解除了误会 可彼时知道 他是一个女子的战友们 都惊讶不已 因为谁也没想到 那个在战场上无比彪悍 舍身忘死的胡大哥 竟然是个女的 自17岁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后 胡真一就在部队里开始了野蛮生长 一心想投身于革命 将日本人彻底从中国大地上赶出去 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 他在18岁的时候 与抗日英雄柴世荣相遇了 我喜欢你 你觉得我咋样 革命年代的人们都格外坦诚 柴世荣一眼就被破辣大胆的胡真一吸引了 直接就跟他表白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虽然他是一个军长 但是胡真一还是果断拒绝了他 还是他最后甘愿冒着 丢掉姓名的风险 公然愿意表示 剃掉胡子 解除伪装 这才让胡真一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答应了他 要知道 彼世的日寇 可是以六万大洋悬赏着 他和金日成的人头 剃掉了满脸胡子 也就意味着 他放弃了掩饰自己的身份 时刻都要在有人刺杀他的怀意中 担惊受怕 这哪是寻常人敢做的 多年抗战 胡真一从没有丝毫退却 始终都与丈夫 一同站在抗日第一线 而也正是他这种了不起的 女中豪杰之气概 才会让金日成 在时隔五十多年后 仍旧时常追忆 缅怀于他 2008年 10年88岁的胡真一同志 与我国重进去世 惹人哀悼不止 虽然老太太离世了 但是她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贡献 将被人们永远紧记 而她与金日成的友谊 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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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